接下来加入我们的是中山政治所的荣誉退休教授廖达奇 我们要请教教授说 如果我们从TBS最新的调查来看 目前有15%的选民还没有决定好要投给谁 那跟上一次的总统辩论结束之后是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那当然今年选情大家认定是比较冷一点点 能不能催出投票率当然非常重要 就您来看辩论会的表现对这一次投票的关联性到底是如何的 就我的了解我自己也看总统大选辩论 然后副总统大选辩论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这个其实关联性应该不是那么强了 那先不是讲这一次的所谓的辩论的效果 如果我们从包括美国的还有我们国内的经验 那美国这边是长期做了一个评估还有统计 还有做推估大概那个总统大选的辩论 通常只有总统大选 副总统大选副总统在辩论上面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那可能影响更周边 对于总统大选的辩论 在美国来讲大概能够到一到两%就很了不起了 而是那个意向还不是真正投票的结果 而是说对当时的你如果马上做民调 它那个意向上面会有些影响 最后是要转换成那个投票行动 那其实就更复杂 那只能说意向转变上可能有那么一到两%的影响 那国内呢如果我们是上一次12月30号 总统大选的辩论 好像TVBS马上做了民调 那看起来是稍微有些波动 那好像是赖清泽跟侯仪稍微有些掉 那反而是柯文哲有些增加 那我个人解读因为它当天辩论完以后马上做的 是那个意向上面 我真的讲意向 因为还不是真正投票行为 那是有些影响 但是那个影响对这个意向的影响 是不是会转变成最后投票投下去 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因为最后这12天吧 还非常的复杂 因为还有一些颇具云贵 那民调到明天以后宣布 讨论以后 1月3号以后就不能够再讨论了 那这中间其实还会有些变化 所以我只能说 辩论是一个给选民多一个资讯 那会看的通常也还是比较知识阶层 中间选民年轻族群 不是全部人都会看 那包括TVBS上次总统大选 大概看的人是32%左右 三分之一的人群也不少了 但是这三分之一的人群 是不是看了以后会最后投票 根据他看的结果 那我觉得是两碼的事 但是你说 是不是因为辩论好像跟投票行为 行为就最后你投向那一票 观念不大 只是意见上会有一些影响 是不是那辩论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场合 选民其实在这里也是在看 这不同的总统候选人 或是副总统候选人 他怎么表达 尤其在政见的表述上 我觉得他有他非常重要 比较少看这个意象的影响 那其实这个意象影响会波及还有影响 那个扩及影响也不可低估 只是我们要直接连出来 他的意象改变或意象的意识的浮动 跟最后投票行为紧密的关联性 从此讲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做到 研究出这个关联性 当然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国内我们从这个意象到行动 到投出这个神圣一票当中的关联性 可能大家认为说 其实这个当中到底要去怎么揣摩 还是蛮难的 但如果在国外的表现上来看 是不是也有相关性 而且当中的决定性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美国的研究做过很多了 我就说美国的总统大选 大概估计是两%的意象的影响 那对投票行为呢 是不是直接就是两%变成投票 比方说他本来是支持 当然川普是随便举例也好 当然川普因为他的辩论以后 他改为支持拜托 我怕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他会看了以后 他会形成尤其是一些比较中间的 他比较没有过去的政党意识 他可能会看一下 那其实在不同场子 不同的候选人当中 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估计起来就是两% 那两%很可能 到美国的研究显示 很可能对意象改变 最后也是会影响到投票行动 在一个大选里面 两%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高的 一个总统大选 像我们这次 其实那个差距都不大 两%就很大 但是这两%其实也是看 每个次 每次的选举的情境 在比较接近 或是像 比方说那时候 尼克森 跟那个民主党韩伯瑞 他们比较接近的时候 那个就会有一些 关键性影响在辩论上面 或者说最早期的 概念第一 那个会有一些影响 那就是辩论场合上 美国的知识阶层 或者说一些比较 年轻族群 他们会看一下 看一下 他可能会受这个 一点影响 而做一些调整 那尤其是中间选民 他还没有既定政党立场 他需要多点资讯 来帮他下最后的投票决定 那这些人会看 看总统大选的辩论 而且会有些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在美国的经验里面 大概就是1到2%吧 但我平时1到2%都不可以低估 如果我们从TBS最新的民调数据来看 副总统的辩论 观赏的比率 人次比率来到了三成二 那当然很多的民众 如果我们这样子换算出来的话 大概是625万人 当然大家看辩论 我们非常希望说透过一些讨论的过程 或者结论的过程更了解 而且更清楚的知道这些候选人的政策 有没有盲点或是需要检验的地方 但是有没有觉得说现在大家好像比较像在看一个表演秀的感觉 是不是也变成一种喷口水的地方 我倒是觉得也不能说这个副总统辩论又是个拼口水的地方 毕竟我觉得媒体界准备也都还蛮充足的 问了一些问题也还蛮实质到位的 虽然每个所谓的副总统候选人答B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比较能够真的针对问题吧 有的可能是A问题答B的答案 但是毕竟这个场合 我觉得选民还是看待它是有某种期待的 不是把它只当喷口水 因为看起来是有些牛肉 因为要确定问一些国防的问题 那候选人也蛮牛 相当程度是认真对待 所以你看到TVBS名叫是32% 32%是选民的三分之一 要是合格选民20岁以上选民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很庞大数字 合计起来我们如果说1900多万的投票 你三分之二在看的话 你都有600多万票的这个可能的人选在看 所以即使这些看的可能不是那么认真 每个每一句话都注意 但是他会有一个印象 所以我想不能说只值一个喷口水 应该是一个还是蛮慎重的场合 而且候选人也都还有有所准备 那整个看起来这个过程里面 也感觉媒体提问的那种候选人的回答答应上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出候选人的实力还有政见的倾向了 今天也非常谢谢廖教授给我们今天的解析 还有深入的分析 非常谢谢廖教授也祝廖教授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一啊 大家新年快乐 好谢谢廖教授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